2015年,中文专业毕业的吉尔吉斯斯坦姑娘叶利亚选择来到中国西安留学 来到这里后,第一眼她便爱上了这座古老与现代融合的城市 闲暇时间,叶利亚总是喜欢走走逛逛 感受千年古都的独特魅力 了解当地的生活和文化 希望能快速融入到这座城市当中 对于我来说西安这个城市,我是很喜欢 因为你在西安不仅是学语言 比如说现在我学的那个语言转业 然后还可以你去看一些名声古迹呀文化呀 都可以融入到了你的体验的 本身体会到的 因为在西安比如说兵马俑,花青池,大唐五叶城 都是我们亲自可以体验的一些名声古迹 在留学期间 叶利亚也收获了自己的一股爱情 她与西安小伙曹永林一见钟情 并步入了婚姻殿堂 2018年3月 这对斯路夫妻成立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 开始了在古都的创业之路 2018年毕业,说是研究生的时候 刚好西安市的征服开始大量的长一大学生创业 不仅是中国的学生 还有给我们外界的留学生也可以创业的 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了解我们外界的人怎么可以创业 然后我毕业了以后我们就开始选择哪一个区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选到了港欧区 西安市港欧区 因为这边的话可能大家都知道 长安号中欧班列 这个对我们像做某一家方面的创业者的话 刚好就是最好的选择 凭借中欧班列长安号的开行 让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不断扩大 叶利亚与丈夫的生意也从最初进口小罐蜂蜜 到如今出口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 他们的贸易品类和形式正走向多元化 我们现在做新能源汽车也是得利于两国 两国或者是中国与中亚的关系的改善 二一个就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竞争力 在世界上已经有很强的竞争力 未来可能中国的这些企业高科技企业 可能会越来越多的企业会到吉尔吉斯去 吉尔吉斯的人或者吉尔吉斯的企业 也会越来越多到中国来 两国之间交流 民间的商业上的国家之间政府之间的交流 会产生更多的有益的合作 如今在西安这座城市 叶利亚收获了家庭与事业 但她对未来的规划并不止于此 目前叶利亚正在西安师范大学文学院 攻读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 叶利亚表示 希望探索集中民间文化交流的多种形式 做好集中两国的交流纽带 那个支行已经痛了 从西安到彼此开课的 所以后面比如说签证问题解决的话 这个两国之间是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就是方便了出去旅游 而且好多中国人 普通老百姓也出国旅游的话也方便 因为他们目前也不知道 杰尔治斯是什么样的国家 也觉得本身就是也是一个 大自然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中国人出去旅游 看一看这个大自然 轻松轻松 发展中国的 中国和杰尔治斯的文化中间 传播一些力量吧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